偌大的仓库里居然只放了一只箱子 小伙好奇地打量着这只箱子 不仅没有找到箱盖 甚至连一丝缝隙都没有看到 他好奇地摸了箱子一下 然后给箱子拍了好几张照片 就在他转身离开仓库的时候 箱子里忽然传出几声异响 像是有东西在里面动弹 可当小伙回头看去 那只箱子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离开仓库之后 小伙见到了仓库的主人 老人告诉他 这座仓库已经一百多年没有打开过了 最近他总觉得仓库里有脏东西 这才委托小伙他们来拆掉仓库 一听小伙碰过那个箱子 老人立马楼出去爬的神情 一路小跑着离开了这里 这玩小伙回家后 看着在仓库里拍下的照片 忽然发现二楼的箱子上面 出现了很多光圈一样的白板 他虽然感觉奇怪 但还是怀疑这是相机的问题 第二天回收公司 收走了仓库一楼里所有东西 但二楼的箱子 因为无法辨明里面的东西 是什么就被留了下来 可仓库的主人最害怕的 就是那个箱子 这天小伙回到公司 查看箱子的照片时发现 箱子里竟然溢出了诡异的白眼 他震惊地等大眼睛 然后在转身的时候 发现那只箱子 竟然出现在公司里 他再仔细一看 却只看到了一个普通纸箱 这下小伙十分确定 仓库里那的箱子绝对有问题 下班后他来到仓库二楼 鬼使神差地把箱子抱了起来 箱子忽然开始剧烈震动 小伙连忙把他放回原处 头也不回撒腿就跑 他撞上了仓库的主人 老人告诉他这个箱子 是几百年前祭祀用的 小伙听得后背发亮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天生通灵的老板 老板带着他重返仓库 一见那只箱子就直呼厉害 大概是箱子里的东西太强大了 时不时就会制造点灵异事件 这才导致仓库的主人想要兜兜它 但老板把手放在箱子上后 发现这个家族之所以能够越来越好 是因为靠箱子里的东西透支了运气 但提前透支的东西总就需要偿还 不管是否拿走这只箱子 房主家都会慢慢没落下去 老板让小伙往后站站 然后就开始对箱子施法 很快箱盖就凭空出现了 小伙在老板的指示下打开箱子 看到了十多条干别的左手 这些断掉的手臂就是几百年前家族选中的牺牲者 成为祭品的他们让房主的家族几百年来越来越新生 小伙震惊地看着箱子里的手臂 忽然发现有三只手在动 他惨叫一声坐在地上 老板把箱子盖好后带走了 失去箱子后房主家越来越倒霉 很快就没落下去 但老板公司的生意却蒸蒸日上 小伙看着被封印在公司里的箱子 认为一定是老板利用里面的三条手臂 借用了那家人还没消耗完的气韵